好,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分享初心造就 第七周第三天的内容 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动作速度有点慢下来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把这个课程学完 亚当的儿女需要成为后次 后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三种关系很重要 第一种关系是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 就是纵向的关系 第二种是我们和基督身体 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关系是我们和亚当的后代 就是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 有一份的关系 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 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久 好像不信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少 信主耶稣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多 会有这种很自然的现象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 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信仰甚至我们的思维模式都相近 所以我们相同的人在一起 就会感觉比较红瘦 所以我们会越信主耶稣越久 好像和不信的人 信仰思维模式也好 生活习惯也好 好像会越来越有差距 那这样的话呢 好像待在一起 还觉得跟同样信仰的人 待在一起会比较舒服 所以我们自然就跟他们有一定的距离 但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给他们呢 所以我们跟不信之人呢 还是要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信了主以后 他们的习惯 不信之人的习惯 言语 价值观 可能跟我们都有一些冲突 但是圣经也说上帝爱世 他愿意每一个人得救 所以呢 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今天呢 发上了两段经文 这两段经文呢 我们首先可以看 罗马书十章一到四节 宣教师保罗说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上帝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 基督 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罗太人是非常虔诚的 但是他们的信仰呢 是建基于他们自己 在公义上的成就 多过对神的信 换句话说呢 他们自以为尽钱 却是浪费了时间 因为他们正行走在 错误的假设上 他们以为只要有好行为 就可以赚得和上帝的关系 你是不是认识 某些非信徒 认为自己可以用好行为 来赚取救恩呢 那我们讲 主耶稣的福音 就是告诉他们这个真相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 来赚取救恩 而是要靠耶稣的拯救救赎 但是我们得到了救恩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表现出 我们得救恩之人 应该有的好行为 所以这是有个先后的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 九章一到三节 使徒保罗说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失丑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心 自己被咒诅 也愿意 想想保罗啊 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 感受到极大的伤痛 他对同胞的爱 那是很强烈的 他知道他们的生命空虚可怜 因为他自己 也曾经经历过这些空虚可怜 所以他回忆起 当他和耶稣分离时候的生命 和将要经历的无限喜乐 来做比较 做形容 所以当使徒保罗看到 他的同胞还没有成为神的 后四的时候 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 所以他说 如果他能够成为自己 因着他能够使同胞得救 就算他自己失去天国 在地狱度过永恒 他也愿意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有这样一颗心 如果你刚成为 如果一个人 刚成为基督徒 假设我们现在 刚成为基督徒 我们又可以写一篇 简单的文章 描述耶稣 还没有进入我们生命 之前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这样写的话 会对我们的未来 非常的宝贵 你可以说 耶稣还没有进入我的生命中 我是空虚 没有目的 恐惧 骄傲 不道德的欲望 等等 然后呢 再讲一些 你对以前生活方式的感受 回想一贯的生活方式 然后呢 假如你发觉自己 对还没有得救之人的关心 开始暗淡的时候 你就重读这篇日记 就是耶稣还没有进入我生命之前的情况 当我们去读的时候 有可能啊 我们心中对灵魂的怜悯之火 会燃烧起来 这是一种方法 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 你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求你把保罗对同胞的爱 也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也有一点点保罗那样 对同胞的爱 谢谢主 让我们因着爱去传福音 因着怜悯去为人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